柯神對決豪敵 同樣SPL新星人的柯明豪 以及林書偉 菜鳥球技沒有態度的聲色 首輪氣候賽 玉龍碰頭富邦 兩位左撇子後衛 誰能頂住壓力 備受期待 彈開兩隊本季對戰的無懲數據 雖然小柯平均八分兩個助攻 都被林書偉的十五點六分 五點二次的助攻比不下序 但恐龍軍團取得三勝兩敗的優勢 等於柯明豪輸了面子 但成功贏了李子 因為一開始就是不太適應 就是SPL的碰撞 他也會給我信心 然後就越來越慢慢的有比較適應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到底 就是書偉到底是怎樣 所以我就是放開來打 然後就是不要有壓力這樣 對 就會表現不錯 感謝教練 那是一定要的 我們當然也不可能就這樣放過柯明豪 決定繼續逼迫 欸不是 繼續追問 究竟他怎麼準備更高強度的季後賽呢 最終是平常心吧 不能自己慌了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要組織好球隊 就很興奮啊 然後每天練球就是 真的很激情 然後我就會問忠哥 然後問教練這樣子 對 就問忠哥 然後他就會給我意見 他就說對方會給我投三分 然後叫我就是盡量投這樣子 對 果然邰哥口中的老狐狸阿丁 已經先在練球的時候 激勵一下學弟柯明豪 希望他二部外線不夠準的照門 而且也別忘了 柯神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身為高雄子弟的他 有不少親朋好友已經預告 要到鳳扇幫他加油打氣 希望助振柯明豪 季後賽的初體驗有好的發揮 國內地訓成會與黃化軍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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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